《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到哪里去啊? 这部电影在哈尔滨有多长室外戏 寒冷让演员们对萧红当年的处境感同身受 今年的温度呢 最低已经到了零下35度 而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在外面工作着 风吹的脸有点疼 所以要拿一个热水袋可以敷一下脸 不至于被冻架 寒冷也激发了演员表演的真实感 包括一些生理反应啊 寒冷啊这些都很自然 也不用我们鼻子本来就红的也不用补妆了 你特别亢奋因为你要抵挡那个冷 所以你整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哈尔滨这座城市为创作者们带来灵感 毕竟这是萧红真实生活过的地方 在这儿她遭遇了爱情也真正走上写作之路 我心目中有一个哈尔滨 就像苏联的感觉 其实有点像童话 贫穷也是贫穷的很有味道那种 二三十年代的那么一个哈尔滨呢 应该讲是有沙俄殖民文化 像美国像意大利 大概十几个国家在这儿设了领事馆 编赛繁华之地 同时又有某种那种地理真空的感觉 在哈尔滨不光外景 很多室内戏导演也坚持利用实景拍摄 希望营造真实感 我一拍实景就特别安心 我们现在选的几条街 基本上都是历史最后一百多年以前的街道 当年的影子还在 每一处穿帮的地方我们都要处理 我们用老的一些广告牌来遮挡 这个场景啊 这个窗户这个光线 它进来即便是你打的灯 你感觉它都是真实的 你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光线 那个年代的气氛 当你去到一个很实实在的环境之下 你会特别有感觉 当你到了一个棚里 什么都搭出来的 会把大家弄醒的 就是我就是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除了机器之外 其实其他都是真实的了 就变成给演员特别多的 特别大的帮助